台東政黨署長孫杜純 又就是出名怎麼孫茵茵的老爸 因為煩然來到台北加加快 在杜鑑正申請交曝去外國給他先看 報名算不幸貴心 加加公民有最新的說明 上次正經告記者丹朱鎔 主播各位觀眾 帶你來關心 前泰甸董事長孫道純 在昨天凌晨3點的時候 是傳出在醫院病室了 但他其實在保外就醫的期間 因為癌症的關係不敵病魔 享受72歲 但他今年4月的時候 其實就在台北監獄來入肩服刑了 當時在病中的整個狀況是怎麼 癒中的整個狀況是怎麼樣呢 來聽一下台北監獄的稍早說明 孫姓松仁 他在今年的4月13日入本肩來執行 那因為有罹患 惡性腫瘤等多重的疾病 所以說我們把它配注在我們本肩的病社 收容期間有多次的就診紀錄 那病期的接受治療 那後來因為外醫檢查有惡性腫瘤 有轉移的狀況 所以說未顧及到該收容的醫療權益呢 我們本間疾病相關的規定 來辦理保外的醫治 好了 其實院方就有提及到 孫道純在今年9月的時候在獄中 其實病況就不太好了 甚至因為腫瘤惡化的關係 他一度報受了這10公斤 那麼今年4月入醫到現在 其實4月當時的狀況是良好的 不過6到7月的時候 他是有像獄中的這個獄友來反映說 早上天氣有點熱 他呆有點呆不下去了 不過只有7到8月的時候 他身體狀況是還OK的 但是8月傳出報受了10公斤 而9月的時候也申請了保外就醫 那麼10月1號的時候是正式來 保外就醫來去醫院來治療 不過沒想到保外就醫僅僅僅46天就不敵病魔了 享受72歲了 這消息一出當然也震驚了各界 因為孫道褲拿妻子 早年的時候在商場可以說是叱咤風雲的 後來因為這個前泰電的關係 有侵吞的官司 加上這個泰電旗下的基金會 疑似也有被他侵佔 因此兩岸遭到判刑了 總共是二度來到台北監獄來服刑了 那麼這次刑期預計是一年三月 沒想到服刑到一半的時候 就不敵這個癌症來病逝了 也讓各界相當的震驚 而且像是正想最近的情況 要把時間盡頭交換給朋友內